向參選台中立委 蔡碧如9月第一場廟口開獎 就曾說錯清水地名 之前就已經有幾度口誤記錄 現在又被抓包錯誤 近期蔡碧如投書媒體 談論究竟是誰 不讓潛見國造成功 內文引用錄頂記 天地會總舵組陳靜南的一席話 但仔細看第一個版本中 為小寶的師父陳靜南 寫成了前法務部長陳定南 本來想藉由民主酸綠營 現在被對手反酸 把大甲溪從中央山脈搬到雪山山脈 把陳靜南搞成陳定南 建議他應該可以有空 多看看書 看看電影 然後可以到海線多走走 其實多了解一下海線的地理 人文風俗 第一選區民進黨立委參選人蔡其昌 出席休息站啟用典禮 聽到對手把尾小寶師父 誤寫成了前法務部長 喊話要蔡碧如好好加油 奉勸這個民眾黨的前立委 在酸別人之前自己可能要先思考清楚 不要見烈欣喜 差一個字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 蔡碧如如此回應 把陳靜南寫成陳定南 那個這純粹就是一個很小的筆錄 那但是呢也由此可知 陳定南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 現在這一篇媒體投書 第二個版本已經修正成陳靜南 不過當初筆悟早已被截圖 網紅4X貓發文說了一句 平生不是陳定南 引起眾多網友接龍 加油壁如更心寒 變成4%也枉然等搞笑回應 請大家不要多做傳承 三立新聞台北台中綜合報導 好網友真的很過分 宜山哥我們來看一下 蔡碧如現在說 可見陳定南在自己心中很重要 既然很重要 剛剛出來受訪怎麼又講錯了 一天好上 平生不是陳靜南 總稱英雄也萬然 這是一天好上在說的 你把陳靜南 陳浩南 陳定南 都藍藍這位說 那個陳靜南說的那位 那是周星馳演的電影說的 不是在金融小說裡面說的 他說只要把大家當作宗教 跟這些人說 讓他們相信他們做的事情 都是真的 拜一下師父 大家就覺得這是真的 即使是歐密投火 也都只是口號 你不覺得很像是民眾黨的嗎 對對對 然後呢 他竟然可以說 那就是一個比喻 我覺得整群的討論說 陳靜南 為什麼的打成陳定南 他到底是用什麼輸入法 你像我用主音的 我就不會打到 大藝輸入法也不會啊 大家都覺得賣到 然後呢 他不對了 現在還要拒絕 現在問他說什麼 他說你看 所以陳定南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 很沒意思 你去到大甲 然後大甲清水 然後那個 那裡的鐵站山啊 那裡清水地名的由來啊 三個亂轉 你是要去那選領位 你不要以為那裡有一個 你的選區有一個叫大安 他的選區有一個地方叫大安 不是臺北市的大安 是臺中市的大安 所以這種東西說 蔡比如剛才有一個領位 蔡其餐也說 只要多讀一點書 都來海線走走 不然你看看什麼龍翔電影台 周星馳 這電視怎麼有在演 六十幾台那一堆 怎麼有在演這段 所以不要亂講 你這下子也得罪了金有迷 金有迷看那個小說的時候 也沒聽過 聽過這句話 不是那如果是你不知道 你就不要抖這個包袱就好 你幹嘛硬要寫呢 還要放到那個媒體評論上面去 對然後就說這些事情 就會看到說 搞對這個民眾黨的組織 就要補充一下 剛才說的什麼 要上車上船 他們是上車不是上船 因為船叫船都沒什麼好念 那戰鬥人 你剛剛有三十七個 因為剛剛網友說 我都沒有在教數學 現在加一下 戰鬥人總共有三十七個 那一天去的有照含喉號 加四個變四十一嘛 一台雲南車四十四個人 手上三個客 手上三個客 有三人還沒上車 叫租黃金還沒上車 黃建廷啊 金普通 這黃金組合 我剛剛聽一個國民黨員說 這是我們國民黨派出黃金組合 就是黃建廷跟金普通 要去談談的那個 要去談判嘛 因為這一群人都要弄黃曙光 對吧 這四十一塊都要弄黃曙光嘛 這兩個去談判的時候 他如果加入這台遊覽車 去的低階 就直接跟黃曙曙講說 我跟你說 我們先談政策理念 這是一個必要 我們會成立特徵組 第一個辦的人 叫做黃曙光 然後呢 一講完黃曙曙就說 有事情跟社群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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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所以這是一個談判條件 現在要錄影 要錄影 對 公開透明 柯文哲 沒有什麼要分章 沒有什麼不可以公開的 柯文哲 民眾黨 明天全部公開透明 才能夠把這個事情在大家面前呈現說 你們沒有在分章 公開透明會不會在演末句 大家都不在講話 大家請教到朗東 因為你看 如果既然要談的話 那柯文哲應該對自己很有信心 那很有信心 妹妹不是要選立委嗎 那幹嘛不掛民眾黨要掛五黨籍呢 當然不能掛 因為一掛的話 就給藍寅有個藉口說 你看你看 你要扯我們陣陣前的後腿 所以才故意派自己的妹妹出來選 所以他就演一出很爛的戲 就說是妹妹 柯文哲是控制不住 這個柯美藍很想選 想選的心 已經這個是柯文哲是沒辦法控制他 那其實哥哥跟妹妹 你確實可以把它分開來看 可是問題在於什麼 八月三號的時候 聯合報獨家 就講說 柯文哲勸進包妹柯美藍參選 所有媒體那時候都會在報道 也確認一件事情 就是說柯美藍自己沒有很想選 是柯文哲一直凹他出來選 那是一開始劇本沒有寫好 後來劇本寫好之後 整個三百六十度調轉 變成是柯美藍自己很想選 柯文哲也沒有辦法勸他 那你就只有暗中出宮 你一開始講的話才是真的 那這就表示柯文哲就想要騙大家 那我怎麼這樣呢 因為柯文哲跟高宏安已經貌合審理 我還是要跟大家複習一下 高宏安的貴人是此 一開始在支撤會 然後在支會有人到他 然後就去那邊一邊去玩 去出國拿到博士 然後論文還是跟其他人一起和諧的 還有著作權爭議 然後郭董 然後郭董之後又要到柯文哲民眾黨 民眾黨之後又到宣明治 到宣董 宣董現在也跟他切割了 說什麼那個回建築是我介紹 可是後續跟我沒關係 就是說現在高宏安是倉議的人 那所以高宏安過人在這邊的時候 跟柯文哲已經隔了兩代了 有點距離跟隔合了 那對於高宏安來講 他跟鄭正前是麻吉麻吉 整天活動都出席站在一起 所以他又沒有要提人 他希望民眾黨在新竹不要提人 可是柯文哲他又想要轉穩新竹 他覺得高宏安遲早被停職 所以他找一個自己人進去 對 找一個自己人進去 他知道立委也選不上 反正國民黨也選不上 對他也沒有損失 再者接下來柯美蘭 如果有知名度之後 下一次的市長 還大有可為 妹妹可能立委也選不上 他只是出來試水溫 是為了要接替高宏安的市長 他沒辦法接替高宏安市長 因為高宏安被停職的時候 是副市長變代理市長 那因為高宏安的副市長 不想要找柯文哲想要的人 例如說副市長直接找柯美蘭 柯美蘭就不會選立委了 可是因為他副市長 現在懸而未決 所以柯文哲覺得 你副市長一直不讓我去指派人選 那我就派我妹妹 去整你 讓你們那個贈贈錢也選不上 這個就是柯文哲 他一個很心機很重的地方 他用這個方式去跟高宏安 等於是變相切割跟宣戰 但是他又不想要跟國民黨公開撕破臉 要不然那個黃金組合 手下一做就說柯文哲 你可不可以把你妹妹勸回去 不是啊 可是大家都知道 他在病傷那樣棒 有什麼好那個 反正派你妹出來選的話 就是要跟藍衣撕破臉 沒有 所以柯文哲這時候就有借口 沒有啦 是我妹妹自己想選 對 一開始的報導都錯了 是我妹妹自己想選 我勸不住她 那這整場戲就是這麼的爛 不然蔡壁如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我金庸迷 我講金庸我可以講三個小時 你沒有看小說你就不要講嘛 對不對 那講那邊就今天有的沒的 那你是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重點不是在於你有看小說 還是你去看周星馳的版本 因為周星馳我也很喜歡 雖然他現在變中共那一派的人 那問題是在於是說 你如果只有看周星馳 你就是說你只有看影集而已 你就不要假裝你有看小說 那就像是說你不會寫論文 你就不要假裝你會寫論文 還敢要論文被撤銷 所以柯文哲身邊不滿了這種逃股六仙 然後柯文哲本身就是丁吞丘 天文八部裡面的 然後整天在那邊 揚醒吶喊 然後底下的每個人就師父 那邊都送的 神功護體 這我覺得對於民眾來講 他派出柯美蘭這一期 前後說謊其實對柯文哲的誠信 是有很大的傷害